另外民政党放话 如果国盟执政宾州后 伊斯兰党执意下令禁赌或者禁酒 民政党全体当选州议员将集体辞职 让出席位交由人民公投 这次州选 竞选班台惹查州议席的 民政党宾州主席胡洞强 今早走访选区时表示 如果人民给他机会成为该区的州议员 将来如果发生伊党在宾州 做出有损人民生活习俗的事件 例如禁止仇审活动 禁赌和禁酒等等 他会马上辞去州议员的职务 民政党全体当选议员 也会集体辞职交由人民公投 另外民政党主席兼国盟八六拜 州议席候选人拿督刘华财 今早拜票时也指出 宾州国盟这个星期就会公布竞选宣言 至于下个星期则是轮到国盟候选人 各自发布对本身选区的承诺 刘华财也表示 到八六拜会见选民之后 他能感受到选民对国盟的支持 相当正面 那就包括了华裔选民 对他的态度也大有改善 一些选民更是向他反映所面对的问题 包括外来村课题 填海课题和医疗设施不足等等问题 这些都会纳入民政党的竞选宣言 请不吝点赞 您的带衝 高兴 可欧 一期论